冷质红 让他在这座日益现代化的城市里 找到了过去 在家乡捞鱼货的快乐时光 两斤左右的连鱼 大小正合适 冷质红要用最鲜美的食材 为常年在外打拼的女儿冷燕君 制作他最爱吃的红烧鱼 在四川人的菜谱上 红烧鱼不算名菜 却最为家常 剁辣椒 泡姜 豆瓣酱 是红烧在四川的别样演绎 家庭烹饪不需要高深技巧 只需付出时间和耐心 十多分钟的焖煮 咸鲜红亮的汁水 盛虚而入 要获得这种诱人的色泽 可以炒糖色 加老抽 也可以借助红曲米或豆腐乳 各家有自己的方法 花椒粉带来的麻香 是鼠地红烧的别致风味 哇 好香啊 在父亲专注烧鱼之时 母亲的一锅豆浆 在几滴卤水的点化下 凝结为纯香豆花 豆香与鱼香 交织成为冷艳君最熟悉的 童年味道 来 鱼来咯 来的 香 小师傅那个味道一模样 每次回来就喜欢吃这个鱼 这鱼的娃娃聪明没 对 出于对美食的敏锐与深刻理解 让冷艳君在餐饮行业迅速展露头角 妇女间的对话给了他新的启发与灵感 冷艳君希望将这种童年熟悉的香野味道 带给更多的食客 一场关于美食的寻根之旅即将启程 顺民将而上 冷艳君乘船出发 他希望在香野之间 能够找到关于美食更多的灵感与表达方式 我们那个村三面淮水 从小就爱吃鱼 因为爸爸都要去打鱼 打鱼回来 然后大的鱼就拿去卖 然后小的鱼就吃 所以几乎天天吃鱼 它不是一种回忆了 它就是一个根 民将鱼场内 鱼堂主毛小冰正带领工人在池塘捕捞 手底干了 把脚枝全部收下了 把往来洗 左右合围 鱼网在堂底横扫 水底的世界被打捞起来 三千斤的鱼货 是对鱼场主人毛小冰一年辛勤的回报 这种自北美引进的原生鱼种 因皮下多层的脂肪与无肌肉刺的肉质 成为近年来烤鱼食材的首选 这两天鱼是活的吗 可以 这个活蹦那条呢 好大呢 二斤都像这样的样子 要得 就我们这一把 就这一把靠来吃 要得要得 他挑选了几尾前鱼要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 相识多年 毛小冰与冷燕军 已然完成了从合作伙伴到亲密朋友的蜕变 一炉炭火 一个烤架是乡野间质朴的表达 烤鱼 在中国有着古老的历史 史记中记载 春秋时期 吴王辽因爱吃烤鱼 最终被隐藏在烤鱼内的鱼塘剑所刺杀 使得吴王和驴顺利继位 并成就一代八业 我们今天虽然无法了解 两千多年前那场刀光剑影下的烤鱼滋味 但这种古老的烤制工艺 在今天有着新的演绎 成都的餐桌 烤鱼是绝对的堂客 二斤三两的前鱼 电烤炉约三百摄氏多 十分钟 鱼肉中富含的还原糖和氨基酸 在高温下发生美拉德反应 转化为诱人的香气 汁水是烤鱼的灵魂 贵州满天星 其腊入指标达十万斯科维尔 而产自河南的新一代与小鹰椒 则赋予了香气与色泽 在灶火的催促下 三种辣椒三种花椒炒制的汁水 与烤鱼的融合 呈现出经典的麻辣搭配 不同于厨房里丰富多元的搭配 与做法 泥江岸边的烤鱼 则显得更加原始和纯粹 土造旁 辣椒和花椒与鱼鲜碰撞 一条麻辣烤鱼 四川盆地为自己记忆中家的味道 找到归属 自共市傅顺县 陈秀英正在导致明天所用的磁巴辣椒 她的豆花店迎来了一位老朋友 因对豆花的喜爱 冷燕君曾拜陈秀英为师 学习豆花的制作 今天他再一次来到这里 希望探求到更多 关于富顺豆花的奥秘 随着一锅鲜美豆花香气的飘散 小城又开始了一天的喧嚣 为烤鱼寻找最为合适的食材搭档 是冷燕君跋涉两百多千米 找寻的目标 这源于他童年时 对豆花的纯香记忆 边上走去下去 大人水就跟着 锅边上就锁下去了 在陈秀英的指导下 冷燕君尝试制作 富顺豆花因鲜嫩可口 闻名于世 但鲜有人知道 它的美味秘诀 是冷燕君手中这瓶 被称作胆水的液体 以氯化鲜为主要成分的胆水 是促成豆花形成的奥秘所在 加热过程中 胆水使蛋白质分子连接成网状结构 促使大豆蛋白重新组合形成凝胶 而富顺豆花点质的成败 正是胆水与豆浆的接触方式 少量多次的胶磷可以令豆浆与淡水充分融合 高浓度的淡水令豆花在凝固过程中 形成了细小的孔洞 逐渐凝固的豆花 此时等待着一场重要的相逢 富顺各家豆花风味的差距 源自这种被称作蘸水的调味料 每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蘸水配方 陈秀英家的瓷巴辣椒蘸水是当地的巧处 热水浸泡过的辣椒放到十对窝里冲烂 制成瓷巴辣椒 花椒 八角等香料浸入菜籽油中 打蘸水时 烧开的菜籽油淋上瓷巴辣椒 丰富了蘸水的层次与滋味 几滴麻油与蘸水淋在豆花上 麻香蘸水顺着细孔进入豆花的每一寸 麻辣绵软 回味悠长 富顺豆花多孔的特质 造就了其绵而不老 嫩而不糖的口感 同时可以锁住料汁 并且极易吸收搭配食材的滋味 这让富顺豆花成为冷艳军心目中烤鱼的完美搭配 回到成都 一堂关于美食的试验在店内开展起来 要呈现烤鱼与豆花的最佳搭配效果 原料的选择尤为重要 曾经束缚食材流转的地域界限 如今已经被发达的物流所打破 经过对全国各地豆子的收集与筛选后 一场豆花品鉴会将决定这些豆子的最终命运 几番品尝后 一种来自黑龙江加木丝的黑豆磨至出的豆花 脱颖而出 相比普通黄豆 这种生在肥沃黑土地上的黑豆 含有更多的植物蛋白 赋予了黑豆豆花更为浓郁的豆香 在蛋白质与胆水的反应中 形成的豆花质地更加紧实 不易散碎 为了让豆花与烤鱼 拥有更为契合的灵魂 冷艳君对豆花的制作过程进行改良 经过煮沸 绿渣等工序 液泰豆浆转化为固泰豆花后 放入木质方格内 进行二十分钟的挤压 减少水分 简单调味过后 豆花等待与烤鱼最后的相逢 圆形烤鱼盘 这是冷艳君为这次相逢独特的设计 圆盘中部是刚刚烤制完成的前鱼的位置 而圆盘两侧的控鱼正是黑豆豆花的席味 黄金比例的辣椒与红花椒 青花椒和糖椒进行组合 加上瓷巴辣椒共同炒制的汤汁淋于烤盘之上 底部中心的微火 肺而不疼的温度 既保证食材与味道的持续融合 又将麻辣鲜香的汤汁充分渗入豆花的孔隙 与鱼肉的激励之中 鱼肉弹嫩 豆花绵密 入口即化 辣而不燥 鱼鲜 豆香与麻香在这里完成了终极的碰撞与融合 传统的工艺 甄选的食材 重组带来的美味 是冷艳君这段美食之旅的收获 四川茂县 于士君正在加快花椒的采收 他期待着今年的收获 阿爸这茂县的萝卫红 花椒消失到权贵国地 飘渊过海 不开了吗 烫花椒 喧闹都市 米罗的新店门庭若市 人声鼎沸 忙碌的餐厅里 冷艳君继续探求着新式菜品 巴蜀大地 属于花椒的故事 每天都在四看人舌尖上演绎 无论是故乡味道 还是创新菜品 来自花椒的麻香 永远是餐桌上的唇指狂欢 更是人们真挚的情感流露 花椒 以它的独到魅力 在这片绚烂似锦的美食大地上 续写着人与食物之间的麻辣传奇